比如這樣 那這邊第一場比賽就是怎樣開什麼 看一下雙方開場的一個戰術布局 守護有卡BUG啦 這張圖真的是好慘 那這個藍隊是由遊俠開架 紅隊則是由戰士開架 其他人員往中堂做移動 那因為那個守護沒有吃到枷鎖 所以他只是緊跟在那個遊俠後面 遊俠就是變成從一個前場上 這個keep 那後面那個盜賊跟工程師 做了一個隱形 他這邊應該會去抓一個後排 應該目標是這個 這個Misha 那他在這邊是砸這個 砸這個手榴彈喔 然後結果Token也是掉了下來 那並且這個 這個賊的血量有點差喔 他被這個5Gage是逼了下去 然後並且又被一個恐懼 這邊剩下半血 然後結果Misha Misha剛剛在 講別人的銅鬚 他已經倒地了 那這邊是很快被隊友救了起來 可是可以看到Major Token 一隻還是指釘著他喔 那他這邊被一個暈住 然後血量很少 又被一個定身倒地 那是嘗試在插他 這邊他是 換了一個位置 但是還是被插死了 變成 盜賊也是血量很少喔 那這邊是隱形 他並且交錯一個補血 持續用短攻在做輸出 那他現在是在追擊那個 遊俠 對我覺得這一波 就是剛剛那一邊 為什麼Misha會先倒掉 其實很關鍵一點 反而是5Gage的站位 就是他站在那個位置 把對面的盜賊 逼到沒有辦法進入團戰 做一個輸出的動作 對 然後這邊這個 戰士也是快要倒了 因為一般來講 釘盜賊最好的方 就是人選就是 盜賊 就是盜賊 就是盜賊 然後 然後他就是把 對面的盜賊逼在那個位置 讓他沒有辦法 進場去抓Major Token 然後所以Major Token 就一直對著換速輸出這樣 那這邊雖然說他們中團會戰 有一點失利 但是由於這個盜賊 他是過來把他們家開白了 那這邊Major Token 是過來把這個 加點 稍微幫了一下 對 那中場現在已經是 跨到站下來的狀況 所以紅隊現在是 擁有一個兩點的優勢 那並且可以看到這個 Misha他們是 過來這邊 放了一個Portal 放了一個Portal 就走 那這邊 他可能是在這邊一直 就是抓他 一直抓他的位子 那剛剛是交出一個 全體隱身 這邊放了一個法杖舞 那當然可以看到他被 集火很慘 這邊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那旁邊守護很快的 把他救起來 藍隊這個戰士的位置其實蠻差 但是紅隊沒有繼續追擊 喔有有有 這個戰士的位置在這邊 一直被DAS 但是他的隊友也過來支援他了 對 他剛才其實是一個 你知道嗎 聲線敵影 嗯 這邊Major Token被抓到了 可以看到他血量很少 這邊倒地 那是嘗試在救他喔 應該是 救得起來 OK 這邊是成功把他救活了 對 那這邊 5 Gage同時他也是用了那個 投擲的ELIX S喔 嗯 就是投擲要GS 然後用了一個引擎 對 嗯 而且這邊盜賊被抓很長喔 兩邊賊是在互抓的 同時那個 戰士血量 仍然是沒抬起來喔 然後Major Token又是死在了點外面 但是這個 5 Gage在旁邊喔 但是他這個 直接被DP到死了 那並且 Misha這邊也是在盯著5 Gage打 5 Gage剛剛有個縮小藥 但是他現在 後面被很多人追擊當中喔 因為怎麼講呢 在陣容上 組合上來講 就是 呃 55滴血的武生 他們這邊的直傷 爆發比較猛 因為他們到人家換術的 那種 一起的爆發其實是很 很恐怖的 對 但是他們其實 就 如果有一波沒有打下來的話 其實他們那邊會 就是 損傷會比較大喔 欸但是他們這邊 把兩根打到倒地 雖然說他們藍方這個血量 也是都很少 但是這邊 基本上紅隊就是被滅團了 一整波爆發上去真的是 太猛啦 對 你可以看到Misha跟Shed他們 就是換術跟盜賊的配合 真的很棒 對 而且中場這個遊俠兩個互打 兩個互打 可以看到 一邊有招大鱗啊 一邊沒有 所以這邊這個紅隊的遊俠 可能會有點弱勢一點 因為他剛剛中了一個 這個confusion 然後直接 倒地了 所以現在紅隊要即將三點了 那並且這個 欸是 我剛剛講紅隊還是藍隊 藍隊要三點了 然後這邊這個 他們是在打一個賣點 因為賣點是他們的重生禁點 這邊他們其實 集合上來講會比較好一點 那這邊把守護拉過來 但是守護還有個格擋可以擋著 所以這邊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功效 他點是還開不白啊 這邊 這個 5 gauge是又 來到一個比較好的位置了 比較好的位置 他並且瞄準的是這個Misha Misha Misha這邊 這 這 Ctrl打的狀態有點差喔 所以他等下可能被Misha 一波爆發 直接就會倒了 對 他身上有一個confusion 沒有消掉 這邊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他是推了一下喔 那隊友成功把他救起來 但是他這邊 這邊 依然 狀態回不起來喔 他剛剛用了一個法杖式的補血 OK 這邊補血CD好了 看起來又可以繼續做支撐 他變成這個 戰士看起來這個狀態很差 然後盜賊先行倒地喔 這邊周圍 可以看到兩個賊都倒了 就看哪一邊先把對面給弄死喔 這邊 趕快這個範圍傷害 DPS喔 可以看到Misha也是快要倒地了 哇結果差一點點啦 對 那倒地其實大概只差大概 大概50滴血 或一點點 因為 MishaTugger其實也差一點 就被DPS倒死了 對 然後中場是由這個VC殺掉對面的遊俠 那變成在賣點 這個紅隊是已經 就是打贏了這波會戰 然後這個 試圖想要逃離 但逃不掉了 那剩下一個守護在點上支撐 那這個點終於是被踩白了 並且中場也是因為 贏了那個 單挑 所以現在紅隊就是 拿下了兩點 並且這個 倒者是來到Henge 把Henge點開擺了 應該可以順利踩下了 那這個 剛剛雖然說 紅隊 紅隊暫時性的是 對壓制很慘 但是 他們分數其實可以看到沒有落後太多 然後他們又是拿回了一個兩點的優勢 所以 並且收掉18年分數就反差了 對 這可以看到他們對於這個危機的處理做得非常好 剛剛其實在賣的戰鬥非常厲害 就差那麼一點點 對 然後Misha又是被打死 如果Misha沒有打死 靠Misha的輸出 那絕對 絕對那個 Majortalk絕對會先死 那這邊 那個藍隊是來到了Keep 藍隊來到Keep 然後並且這個根眼的血量現在非常的差喔 那他補血還在CD當中這邊使用劍2兩段 在逃避敵人的攻擊 但他身上還是有一個症狀 那這邊進入個倒地狀態 但是Misha也死了 但是 遊俠比較好差喔 欸!用了一個隱形 隱形 救他 把他救起來 欸救起來 然後結果Misha快要被打死了 對這個非常驚險阿 這邊持續在 攻擊他們 在救的人喔 喔 戰士暈了一下喔 對 所以是 沒辦法把這個Misha救起來 並且遊俠這邊血量也是很少 他大臉還C當中直接倒在那個點上 然後並且Majortalk也是倒了 但是 他是起來了 所以這邊中場 藍隊又是快要被滅團的一個狀況 那他們的戰士就是選擇直接衝賣點 但是可以看到5Gage意識很好 已經準備要回家做防守了 所以這邊應該是可以順利的 就是 不讓這個點被開白喔 而且他還有一個這個拉喔 他現在是用了一個大招把這個 戰士給暈住之後 現在開了一個格打 對 他要等到這個Berserk Stance消失喔 對 欸!要被開白 喔這邊Majortalk 驚險的上點 他這邊交出了這個 偷竊來的這個F1的技能 使得這個戰士的血量 現在有點危險喔 然後用了一個 治療塔的Combo補血 然後戰士迅速要被收掉了 那變成盜賊是過來幫忙喔 但是他應該會用一個 所有Refuge救人嗎 欸!結果這邊好像 沒有喔! 結果他把這個 把他把 5Gage殺啦 然後又用了一個 所有Refuge把那個 造起來 那現在有兩個所有Refuge在點上喔 所以這非常驚險啊 而且這個Majortalk要死了 要死了 那現在500滴血啊 這波 這波是這個 紅隊被Outward Rotate的 就是他們的 輪轉出現問題喔 他們人員調配出現問題 他們沒有抓到 就是 溝通好這個 盜賊以及 幻術的位置 因為 你看他們 終點上是 兩個 就是 守護加遊俠 再打對面一個遊俠 然後加點被人家2打 就是 加點被人家3打2 所以加點掉了 然後戰士又在原點 但是他們原點有 呃就是藍隊那邊有一個守護在手 所以那戰士也是 晃來晃去而已 這波 我覺得有點 傷啊 有點傷 對那這邊現在這隻 就是沒有去 看對方倒手跟幻術的位置喔 這隻boss很關鍵 這兩隻boss非常關鍵喔 這個 如果藍隊可以掌握到這兩隻boss的話 就可以反手 紅隊要去吃這個藍隊家裡的boss了 但是 Shed有發現喔 Shed在後面 喔 目前實在 Cartoon 其實對準 先抓盜賊喔 先抓盜賊 pose不急 而且他們現在也還有 1點領先 穩穩打 穩穩打 這太刺激了 這盜賊現在血量也許少 應該س這個領先是不夠的喔 如果紅隊被這樣拖 拖住的話 他們不必要 找機會 這會不會反超的 這一定要找機會吃 那個遊俠要去吃了 遊俠要去吃紅隊家裡的 並且沒有人 現在沒有人要顧他 那現在這個 5Gage也是開了這隻BOSS 他是拉到一個卡視角 拉到那個後面打 那這邊基本上他們 我覺得打這隻BOSS有點危險 對 誰吃到誰就贏了 誰吃到誰就贏 喔 就紅隊吃到了啊 紅隊贏了 對這邊這個 他們居然是在2 兩個人狀態下先搶到這個BOSS 嗯 我們HTALK用屍體捍衛住的BOSS 這邊恭喜這個 COOFICE拿下了第一勝 哇這個真的太刺激啦 對其實 呃 嘖 紅隊有一些失誤啊 紅隊有一些失誤 在rotation上 嗯 真的假的 我今天真的記得有看到他 他有點第四排啦 我等一下晚點去翻一下 我覺得是你記錯了 因為戰士那麼多 因為我一直記得他點第一排 喔 因為戰士太多了 那麼多戰士 有些人 有些人點第三 第四排啊所以 哇最後搶BOSS有點驚訝啊 嗯 誰搶到誰贏啊真的 真的啊 GOOFICE不愧是我們美服首屈一直的戰隊啊 目前可以比較能跟這個歐服隊友抗衡的應該就是他們這支隊伍 這假的啊要打BO5喔 啊 有觀眾幫你平板 他說他剛才是點第四牌 對啊 我們就看到他點第四牌 這不重要嗎 看吧 我真的聽到BO5 就是我今天聽到覺得最難過的三個字 沒關係啊 你如果真的累 你就去休息啊 我們可以找個觀眾 跟我搭配一起解說 這麼深已經七點半了 天都亮了 其實我們原本今天是不播的 然後那時候我 因為原本小空是要回家陪家人這樣 然後 我看到那個賽程表 但他沒有回去啦 那我看到賽程表說 今天只有八隊原本是16隊 感覺就太多太累了 然後我說只有八隊 問他要不要播他就好 我就感覺會打蠻快 結果他沒想到他們每一場都播 每一場隊長都播 所以播超久 所以你現在後悔答應我說要播了嗎 其實我覺得打這麼久實在是 觀眾看著也累啊 很少人可以從頭看到我了 真的啦 沒有 他們都馬是抽獎的時候切回來喔 對啊 其他時間再做別的事 我懂了 沒關係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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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發現肯蘇達他雖然說帶了罩子 但是他最後一排的這個10點他沒有換 對啊 而且這一點算是比較 比較拉費 對啊 我認為如果他帶罩子應該要換 換那個 對啊因為他現在其實那個那個報復沒有太多 帶大箭什麼的比較多 那這邊第二場比賽要開始 我們來看一下雙方開場的一個戰術布局 剛剛你們有沒有聽到有人哀哀好聲的這種回事 有點摔死是類的嗎 這邊紅隊是由戰士跟盜賊開架 藍隊則是戰士開架 那其他是因為往中央桌移動 這邊可能又要幫幻術做一個隱身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狀況 對這個Misha現在就是一個人過去放Porto 他一樣放在這個猥瑣的位置 過來是在抓這個Major Tucker 可以看到他位置比較差一點 這邊趕快 哇他順回來 這個Major Tucker可能會死在這個地方 被一個定身定住 這邊倒了 我覺得他應該就要下去的 這邊是被這個大領救起來 被大領救起來 並且紅隊這邊是全部壓上了台 壓上台 然後這邊在抓這個藍隊的盜賊 其實我 55滴血武僧他們在這張圖的開局戰術 真的是很穩 而且很好 就是 沒什麼缺點 Major Tucker又要被抓死啊 因為我 他死在這個缺有refuge裡面 然後工程師砸了一個大絕下來 然後這邊嘗試要救 然後用了一個縮小藥再救 呃 這個 發不可以覺得要被打死啊 這千萬要記得 這個如果你的盜賊隊友死了 那就跟他說你去死吧 因為我覺得他死在隱形裡面 隱形狀態下面 我覺得不需要馬上去救他 真的 因為對面又沒有工程 他們 也沒有辦法 他們只能去猜測他的位子啊 對 這邊連累到5gage 不過他迅速馬上就被救了 不是連累到5gage 就是5gage不應該去救 就是他 他死在隱形裡面 你不需要第一時間就去救他 對 然後反而是Misha在那邊被抓死了 那隊友在旁邊是嘗試在救他 然後成功把他救起來 不過可以看到這個 遊俠血量非常差 遊俠在這邊被 擠火啦 那他 被一個恐懼 並且補血還在CD當中 這邊招出了零 但是還是倒地了 並且給他上毒了 那這邊成功把他擦掉 那並且Misha在那邊狀態也是很差 那補血CD好 那補血CD好 這邊交出了補血 他遠遠在利用大劍做輸出 結果就是可以看到盜賊是順上來抓他 他馬上立馬跳下來 那並且中場的守護在這邊 是被5gage壓制得非常慘 並且被一個板手拉過來這邊 血量很危急 並且招式都在CD當中 這邊即將倒地 就有個倒地狀態喔 那Ctrl塔在旁邊準備要把他終結掉 是順利的把他終結掉喔 這中場看起來紅隊非常有優勢啊 但是他們是掉了兩個邊臉的代價 才中場打出優勢的喔 對 那Major Tucker在這邊跟這個戰士在單挑 戰士在單挑 他被一個定身定住 這邊持續利用這個攻3在做閃避喔 並且這個Misha也是血量非常非常的少 這邊交出了補血 撐了一下喔 並且Major Tucker也是在抓他 但是在抓他的同時 對方的倒賊也有很可能在反抓他喔 所以這邊都是非常需要注意的喔 這邊他倒了 Misha倒地 那Major Tucker是順軸了喔 那這邊Misha也是順軸 這邊就看誰先把對方打死喔 啊! 就可以看到Major Tucker是被 插掉了 然後Misha也就是約一跳起來 並且剛剛Vike在這邊是跟這個 盜賊單挑也是輸了 那中場看起來這個 游侠血量是比較差一點 但是5Gage也是快要倒地的一個狀態喔 那5Gage補血還在C當中 這邊 喔! 結果倒地狀態 那隊友在旁邊很快的救他 應該是可以成功把他救起來 並且中場其實 紅隊差一點點就站下來了 對 對 那這邊這個游侠是趕往 這個 Quarrie這邊 那 是有一個戰士在射喔 不過他被 連續的控場可以看到這個游侠 他過來 沒多久他就只是在半血 並且補下來 他來的時候就不是蠻血的 對 是倒地跟他換位置 可是倒地馬上過來幫他喔 所以 YK在這邊也是蠻危險的 對 而且守護也是過來 幫這個 游侠喔 看來這個GOOFICE可能又要開始 進行他們的這個 分推戰術喔 嗯 他們分推上比較常使用的是這個 盜賊跟守護一組 然後 或者是盜賊跟工程一組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 戰士跟遊俠這樣子 嗯 那這邊又是嘗試在救這個 戰士喔 欸差一點點 這邊是砸下了這個大絕喔 這個工程師的大絕 然後是把 盜賊砸死了喔 然後 變持續在對屍體做DPS 那雖然說救起來 可是看到遊俠狀態非常差 然後 倒地了 這個點應該 看起來 紅隊應該會 拿下 因為藍隊 目前現在狀態都不是太好 對 然後 紅隊這邊除了Wakke以外 其他人血量都還是蠻OK的 嗯 這盜賊就要盯著Wakke打 但是他自己也在被Major Tucker追阿 這就是這個 黃雀在後阿 被黃雀吃了阿 那現在就是 剩下的人就是 往中場做移動阿 那中場是已經被這個 紅隊給佔下來了 對 那這個編點也是 要被拿回來 但是目前可以看到 分數落後的有一點點多阿 但是因為在初期落後這種分數是OK的 不是說 你到400分的時候 是400比300 那個 藍追的程度 比200比100 對 差 對阿 難太多了 就這邊 是都來到第三點 在這邊第三點打阿 然後並且Misha也是 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所以這邊 這個守護也是復活感過來了 對阿 這一波GoodFights就是 掌握住對方那個 重生 的時間 差喔 就是對方還沒有全員 存活的狀態下 然後就直接很果斷的去推第三點 這樣子 那這邊這戰士雖然血量很差 但是他就是一直利用地形 然後這邊利用F1過來 想要暈這個Major Tucker 但是這邊他自己其實也是被激活的很慘 但是 現在這個點是藍隊人數比較多 藍隊是4個人打3個人 Kensura快要倒了 Gainian這時候趕到 這個守 戰士倒了 那變成Kensura補血補起來了 然後變成把這個人插掉 所以現在看起來這個 藍隊 還是比較被動一點喔 而且他們 盜賊這邊血量很少 欸就Kensura倒了 如果Kensura被插掉的話 紅隊我覺得他們要選擇撤離喔 而且而且他們Major Tucker也倒了 紅隊現在要趕快撤阿 對 他們現在的確是他們是在撤了 我覺得 對 我覺得剛剛那波有點 小小虧 就是 在 Kensura血量不好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就要 準備要撤了 對喔 而且這邊這個5G血量很少 這倒著也可能進場就會直接把他帶走 對雖然說他打死了幻術喔 但是 藍隊的人很快的兩個人過來支援了 明確他可以過來了 趕快槍鞭 甩槍鞭 阿 唉呀這太驚險了 喔 這另外一個賊也被打死 可是5G血量死了 哇這個 這 這 這太關鍵了 這個太關鍵了 這個太關鍵了 差一點阿 這真的只差一點阿 這趕快把那個Mesha打死 嗯 你知道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情況嗎 嗯 因為5G用了一次 那個山 他倒進進了山 然後把Mesha的屍體炸飛了 如果 如果他沒有把Mesha的屍體炸飛 Mesha應該會先倒 就是他只要 Mesha一直在那邊甩槍鞭 Mesha會先倒 但他把他炸走了 啊這個失誤阿 錯失良機阿 那雖然他們其實也打得蠻保守的喔 他們四個人並沒有推下中場 而是 就是回首 可以看到Major Tucker 他是試圖想要開來這個點 其實 以他們的分數 這個階段來說 他們不需要退中場 他們只要壓遠點 然後 350分 Rush就好 這個 遊俠其實打這種賊 還蠻難打的 我覺得 很煩阿 打什麼東西好打 是阿 現在遊俠就單挑最弱的職業阿 什麼職業都可以 EV1都 不可能輸遊俠阿 我說真的阿 對啊超慘 不然你跟我講一個 EV1會輸遊俠的職業 沒有阿 換術有可能阿 技術相等狀況下 換術 你 讓點給他 遠距離打 你不要去吃你 是可以 結果這邊 Major Tucker又死了 阿 大靈把他救起來 然後並且Misha倒地 這邊很有機會阿 這個 趕快把Misha的屍體DPS死阿 並且這個 遊俠也是快倒了 然後戰士也是倒了 所以快要 加點是5G拿下來了 所以這一波反了要反3點了嗎 對啊 現在分數 其實沒有差太多 沒有差太多 但是守護在救 守護在救 一直 喔救了好久 可以看到守護 救到他自己血量有點不太多 而且他招式都已經交出來 現在是把無敵開下來了 對這邊 紅隊是3打2喔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 藍隊這邊死得非常快 這個遊俠現在也是殘血當中進入個倒地狀態 紅隊非常有機會 希望有機會 對目前落後只有落後42分 41分 所以他們加點又是拿了回來喔 對 變成說紅隊要有兩個點 而且 藍隊是完全沒有點 完全沒有分數進帳 而且中場換術雖然想去開白 但是守護是即時上點 所以是也沒有被得逞 所以現在就是持續在追分狀態 藍隊沒有任何分數進帳 而且他們兩個人在這邊其實已經撐蠻久了 但是這個遊俠 有消息是又被打倒地了 欸 又被救起來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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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數 分數快要被追平了 啊 這個 太刺激了 但是 對方又要RUSHRODE 藍隊要RUSHRODE 對對對 他們用了一個POTO 目前已經三個人 傳了三個人 在打門喔 以 紅隊這個位置來講 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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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來不及喔 有有有來得及 來得及 沒有因為 因為 5G不敢直接回去守 可是 守護已經回去啦 OK 守護回去就OK 守護回去 看一下 KINSUDA有沒有造主 KINSUDA造主在CD 哇 這有點懸啊 這有點懸 因為這個人數上是3v3的戰鬥 硬壓RODE 壓得死了 看一下RODE的血量 RODE的血量 還很滿 掉得有點快 欸補起來 補了一下 欸死了死了死了 哇 他們把小怪打死了 小怪打死了 打RODE最怕 就是RUSHRODE 最難 處理的就是這種情形 最難守就是這種情形 就是小兵死 他們會直接跳起來 會直接復活 RODE的血快一半 快一半了 RODE的血現在剩下一半 然後兩個人 還有兩個人活著 喔 又補起來 又補起來 好他們 那個藍隊遊俠也死了 目前分數來講 對於藍隊已經 沒有退入了 MISSHA要死了 MISSHA要死了 RODE的血滿了 應該沒了 喔這太太刺激了 會不會被守住了 對 被守住然後 紅隊有點 欸兩邊都沒點了 這邊他們要回去把這個戰士收掉 對於藍隊來說 他們 可以再RUSH一次 這也是唯一的方法 唯一想要贏 就是RUSH 你可以看到 盜賊的動向 盜賊已經要RUSH了 他們戰士被收掉 對 因為他們現在分數 落後這個差距 欸他們沒人發現啊 可是 可是 他們只要上點 然後避免 紅隊踩到點 然後讓盜賊 SOLO就可以 他們現在回去 回去來不及 快回來 喔這個這個 盜賊 盜賊這邊收得掉嗎 收不掉他要死他要死了 SOLO不掉 他直接進去打RODE 那個太傷了 他被五隻小兵打 怎麼可能 因為他們沒有 沒有把小兵清掉啊 他這邊 打不死啊 他被RODE打死 掉了 因為急了 你懂嗎 他們那個 分數差 就是 那時候紅隊只要踩到一個點 只要踩到一個點 他 以那個時間點來說 他絕對 來不及讓他 單人SOLO掉 RODE 所以他決定硬上 但是 硬上就是這種情形 OK我這邊決定 全力支持 GOOFINE是贏 因為這樣打三場 你就可以去休息 對 我不要打到五場 我要崩潰 還好我剛剛打還蠻精彩 沒有快睡著 我剛剛 上上輪 上上輪我已經 播到是 閉著眼睛在播 然後但是我嘴巴一直講 我 我還可以講 真的是有點猛 哇 現在竟然還有二十八個人在看 都已經快要 快要早上八點了 呵呵 現在竟然還有二十八個人在看 快要早上八點了 呵呵 呵呵 我去撤土 剛剛那場真的是太刺激了 嘖 不愧是兩場都很刺激 兩場都很刺激 不愧是GOOFINE 我決定他們打完之後 我要跟他們說 Good job 然後說 說 哇 我可以睡覺 都是因為你們太棒了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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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呵 什麼感覺好像多了一些沒看過的觀眾 但是 我老實說 這個怎麼講 Good Fights 打 五十五滴血的無神這個比數 你覺得Good Fights打 全陣容的Cheese Mode跟VOTF 有POSE的VOTF會贏嗎 可是 五十五滴血的無神他們 我也不知道 不過沒有打都很難說啦 對啊 他有一些隊伍是 互相課的 相課 就是你 A輸B 然後B輸C 但是C不一定會贏A A輸B 欸我是不是講反了 反正就是差不多這個意思啦 我現在腦子不太輪轉了 我沒有講反啦 應該沒有吧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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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場喔 應該是都要往 趕往一個中場 來看一下中間的狀況 喔 結果Melo被砸了一炮 對 欸 又被絆倒了 欸 欸 欸 嚇死了 差點又中 然後身上有很多症狀 喔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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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撐不住了 稍微補了一點血 對 其實就組合來說 Melo他的就是 藍隊的守護壓力會比較大 因為 呃 55滴血的武生他們沒什麼症狀傷害 但是 這個 GOOFICE他們有一個工程 對 他們那個工程差太多了 真的 5Gage的壓制力我親身體驗過 你覺得這邊是這個盜賊跟遊俠在這邊PK啊 這種 這種盜賊遊俠很難打的 他過去甩一甩槍邊 但是他要被打死的是什麼回事啊 欸 結果他有隊友來幫他了 欸 繞兄弟 嗨 然後 嗨什麼 然後他也繞了兄弟啊 那兩邊比誰兄弟多 他們決定先壓制這個點上的遊俠 變成兩邊都有一個大鱗喔 兩邊都有一個大鱗 所以應該會先把大鱗給殺掉了 可以看到這藍隊現在在集火這個大鱗 兩邊大鱗都死了喔 欸欸 對 兩邊大鱗都死了 那這邊 5Gage血量有點差喔 那不過 但是他站在一個 為所謂 圍屬的地方一直扔手油彈啊 而且對面戰士 沒人注意到他啊 對面戰士血量很慘喔 有啦 Mishra有發現他 然後而且 發現他沒有用啊 而且他大絕 他大絕剛剛還沒有用 他現在才砸在點上 而且這戰士快倒了 戰士快倒了 剩下1000滴 喔7滴 剛剛剩下7滴 喔這邊倒地了 所以是由這個 Major Talk是拿下這個滴 欸結果 對方的盜子過來反打他一波啊 反打他一波 反打他一波 喔 這邊嘗試在救 嘗試在救 嘗試在救 不行了不行了 這邊是 把他救起來喔 然後跟眼在這邊也是倒地 喔 就 對對對 這邊是跳起來 但是他現在狀態很差 狀態很差 切成這個劍匕手這一套 然後又見了兩段逃丑 但是被Mishra抱到一波 5Gage過來把他以身 然後嘗試在救他 喔 成功把他救活了 那並且這個Mishra這邊狀態也是不太好 不過他的無敵是還 還有的 然後變更眼又倒 兩個槍邊直接把更眼 變到死啦 對 那這邊嘗試在救 是成功又救起來了 喔 這太刺激了 節奏真的很快啊 他們在這麼混亂的狀況下 還可以就是 集火這麼去死 對 然後並且 藍隊的那個守護 其實他血量有點 不太好喔 身上很多症狀 要倒了要倒了 倒地喔 趕快把他弄死 這個血量應該是直接DPS到死 對對 那這個更眼更眼又要倒了 他這邊周圍沒有隊友 喔有了過來 結果他就被推走 被Mishra大戰武推走 然後這邊是成功的擦掉 哇 這個點太刺激了 跟眼那時候不應該為了擦 那個守護 吃一套槍邊喔 對 因為戰士已經在擦了 應該留給戰士擦就好 對 啊這邊 Major Toker又死了 阿Mishra也是狀態很差 但這邊他的屍體 被DP到死 所以他又跳起來 這個點看起來 這個 Good Fight好像要 要 要輸阿 欸不過 YCAT 他過來這個 大槌在那邊 控制 是把Mishra打死了 但是5CAT就要被擦掉了 NO 欸中立好嗎 中立好嗎 你現在已經 你現在播報已經偏向 Good Fight了 不行阿 對 這邊YCAT是 倒地了 那 怎麼他那個死掉的時候 大喊NO呢 要喊YES 不行喊YES 又偏另外一邊 OK 這邊這個遊俠現在血量很少阿 然後 身上有個燃燒 這邊 倒在了點上 我真的太驚險阿 那中場還是 中場可以說阿血量非常非常少喔 對 但他補血要CD好了 補血CD好了 對 然後5Gage也是過來幫他囉 所以應該是可以 欸 被這個爆到了一波 這邊要倒要倒 欸 怎麼切到這邊 喔倒地了 5Gage過來 救他 用了一個 血量refuge 喔 結果被開白了 開白無所謂 不要死守護 對 Mishan Mishan 在外面被Mancher 他可抓到了 這邊直接被打死阿 他這個位置沒有人可以救他 那 並且這個 藍方的賊也是血很少 這邊交出了這個 血量refuge 那5Gage 就朝那邊砸手雷 那這邊這個 他血很少阿 他打算過去 這個 後面幫忙喔 並且 他可在那邊盯著對方的戰士打 這邊是一個2v2的一個 對戰喔 並且這個 戰士血量很少 這邊進入個倒地狀態 並且那個 盜賊也是血很少 這邊沒辦法過來支援了 所以這個編點 將由紅隊給拿下來喔 那中場的狀況 則是這個5Gage 跟這個 Centruder還是在這邊支撐 並且他放下一個罩子 把對面的守護給 稍微推了出去喔 那並且 這個守護其實 壓力真的很大喔 面對這個5Gage 然後他的隊友是在窗台外面喔 窗台外面 準備進場 這邊瞄準的是這個5Gage喔 那他是用短攻在外圍做輸出 但是中場已經被 這個站下來了 而且他們要3點啦 對 因為家裡的 他們自己家裡也有想要死了 對 那有個大鱗 等一下記得要留招斷大鱗 喔 他根本自己沒有按到 這邊就千萬不要把大鱗A死 欸 喔 被推了一下但是還是把他插掉 根眼血量很少很少 那補血 補血快CD好了 這邊利用劍2 然後把血量補起來 他是選擇直接撤離這個點啊 那變成這個 他們做了一個rotation喔 就是 呃 根眼回到終點防守 然後 守護推到原點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rotation 對但是 5Gage在這個地方 差點被抓死了 剛剛剩下2000點的血 並且 這個 Misha用了一個傳送門 傳人過來 所以他要被抓死在這邊了 這傳送門一樣非常關鍵 這根眼沒辦法救 沒辦法救 欸 但是對面到底也死啦 到底不能差 欸他怎麼沒有順 他有順過嗎 沒看到 沒看到 這這太太驚險了 然後這個遊俠 他變成英雄啦 他剛才進場 然後把 擦那個 擦 擦 5Gage的人推開喔 用大腿式推開 然後又擦掉這個道具 對啊 那變成這個遊俠也是被擦掉 變成Misha血量很少 被DP的到死喔 OK 那這邊這個 戰士變成一個人在場上 面對很多人的攻擊 所以這個點應該是守不下來 那中場 要被開白了 這個 盜賊是趁機是來到中場 那Major Tucker也是過來喔 所以兩邊是在中場 就是 互相不讓對方開 但是 這個守護 抱歉是戰士喔 來的比較快 欸就Major Tucker要被抓死啦 差一點點喔 哇那個Quickings的槍邊真的是 太噁心了 太噁心了 欸! 我差一點我還以為他會摔死啊 那這邊 瞬間甩到你 真的是 找不找北啊 對 那這邊兩邊又是在這邊 互相 互 Major Tucker血量很少很少 這邊利用一個 公母是順上的高台 喔這 原來是Shadow Stay的順上去 喔對對對 這個 這個 盜賊之間的攻防實在是 太刺激了 那並且這個 盜賊又是追過來喔 並且 隨便一個槍邊一甩 你就發現兩個血量其實已經差不多了 這就是看誰中招喔 欸! 死了 那這邊這個 藍隊是有一個點 然後紅隊沒有點的狀況 那他現在是順上了這邊 嘗試要用屍體 開白這個點 但是沒辦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中場的狀況 中場這個 我也可以在這邊 一打三啊 所以這個 終點看起來有點不太樂觀喔 那並且 其實剛剛那兩個盜賊的關鍵點就是 呃 那個Shadow Refuge 就是 因為Major Target的Shadow Refuge焦早了 嗯 就比較早焦 也不是焦早 就比較早焦 然後他那時候 其實有一波反打機會 但是被 對方的盜賊用Shadow Refuge以後 馬上 射一個短攻擊 然後把他定身住 然後接著 嗯 切那個 劍槍 甩他一波槍邊 嗯 結果 終場 因為Waker他要死了 所以他Major 所以Fivegate 覺得是沒有趕過去支援了 那現在反而是這個 就是 這個盜賊也被抓到了 所以盜賊也是直接被dp到死 但是這一點 仍然是還沒有開白的狀況 那並且中間那個根眼跟守護 也是上了終點 終點 現在是一個 交戰的情況 但是這個根眼的血 現在很少很少 很少 嗯 然後交出一個補血 所以這邊應該是還可以撐喔 那並且 點上是這個 守護開出的罩子 然後支撐著這個 幻術他 這個 暫時的攻擊 那根眼是 過去晃了一圈喔 這邊 準備 回血啊 那試圖跳箱子 就摔了下來 那中場這個 Kensuda 血量很少 那 Misha是覺得 決定要來 支援一下 這個會戰 他使用一個 群體隱身 那變成他剛剛POTO是有放在那邊 那這邊是 救他的隊友 但是有一個 手雷喔 在持續對這個 屍體進行DPS 然後變成有戰士 的這個群控 那雖然說是被救起來 可是他們狀態很差 所以他用了一個POTO是 傳回了中場 那中場這個根眼是已經把這個 殺掉了 那他等一下應該會用這個 喔 原本想說他會用大劍武的 但是好像不用喔 這邊就已經在救 但是可以看到他救到狀態很差 這邊 這邊 交出了補血 並且根眼也是倒地 這個傳送 這個POTO也蠻關鍵的喔 對 原本他們終點已經要掉了 現在又 目前算是 還是一個平局 對但是戰士又被打死了 並且Misha也是血量很低 但是根眼跟Kensuda血量都很低喔 對這邊兩邊倒地 戰士被救起來 但是 根眼這邊應該要被插掉 而且Kensuda也倒了 呃這個 這POTO太猛了 這中場 是有 而且剛才MHTugger 不是可以插對面的遊俠 為什麼他們有插 我不知道 那中場他們就要滅團 哇賽 這個紅隊 這一波死成這樣 蠻關鍵 因為在這個分數點 你這樣子 對方踩下兩點 就可以直接控制 你那個重生的動向 對 那現在紅隊 正在把家裡拿回來喔 然後 並且 遊俠 遊俠他們這邊 都在觀望對面的 這個重生喔 對 然後 VK還沒出來 所以可能要 再等一等 但是現在分數其實已經很危險了 快要來到 400分了 這邊 MHTugger 而且MHTugger 他有點急喔 被抓在這邊 花掉他幾乎所有的技能 對 他那個 Share Refuge已經用掉了 喔 他現在血量很少 交了一個補血 然後被一個定身定住 喔 用了一個這個 順一順上的台上喔 然後這邊 持續在鎖定Mesha 然後現在 即火 轉即火對面的遊俠 而且在這個分數點 他們家裡 不太敢放喔 結果他們又要放掉了嗎 被Mesha 被Mesha 要被Mesha開擺了喔 那 小空 準備迎接第四戰 戰吧 我相信他們喔 等一下讓二追三玩 要再播五場 我就直接先去睡了 你加油 中場這個守護現在狀態很差喔 他做無敵 他變成交出了F1 F2 F3 但身上可以看到症狀人 還是清不掉的狀況喔 我覺得關鍵點 就在剛剛那個三百多分的時候 Clock Tower那次會戰 對 結果兩邊都有人倒 結果 欸 欸 被救起來了 對 兩邊都有人倒 結果 遊俠用了一個大靈喔 這個 對 結果先被擦掉 而且 那個會戰的起始點是什麼 你記得嗎 欸 Mesha的Poto 對 Mesha的Poto 創造出那個會戰 原本他們都還落後 結果Mesha一個Poto翻盤 嗯 太美了 對啊 喔 這個根眼跟這個盜賊 怎麼打 欸 DPS啊 根眼 你為什麼在插一個盜賊 那另外一邊呢 另外一邊這個Wicked死了喔 所以這個看起來沒戲啦 沒戲啦 沒戲啦 哇 那個Poto Mesha在這 這一次的比賽中 已經兩次了 因為一個她的一個Poto 反盤 嗯 那現在藍隊他們就是 全力守住這個點喔 可以看到 全部三個人 三個人全部踩在點上 然後兩個人 在旁邊守著喔 OK 這邊雙方打出了GG喔 那我們這邊準備要來打第四戰喔 恭喜這個 五十五滴血的五勝 拿下了第一勝 目前是2比1 還是這個GOOFY是聽盤喔 對 哇 那個Poto 他怎麼會在那時候 真的我覺得那個Poto真的是 完美 就是因為那時候 那個點還有得打 你知道嗎 那個點其實還有得打 然後他就是 決定 全部人PO都回中間 然後把那個戰士救起來 然後 逆轉的那次會戰 嗯 過來了 好 我知道我們小空屋 非常希望GOOFYS拿下這場 好 剛剛已經背叛了我的期待 我已經不想跟他們講話了 真的假的 不是阿 這樣應該是Misha的錯阿 不是Misha那個Poto沒有這地視場 開開玩笑阿 那你應該把Misha把你從你的好友列表刪除 我沒有加他好友 真的假的阿 好啦其實Misha我也不熟 我跟他們守護還講過話 跟Misha沒有講過話 對啊你看看GOOFYS那邊4個人叫好友 然後他們又聽牌了 睡覺的節奏阿 所以叫了 其實我蠻希望他們打得下TEMPO那張圖 不要啦 為什麼 TEMPO那張圖很好玩欸 我覺得TEMPO那張圖很好阿 真的阿我個人覺得TEMPO那張圖蠻有趣的 我最痛恨的圖就是SKYHAMMER OK 馬上去打 但是如果我玩工程的話 我還蠻愛SKYHAMMER 工程主場阿 是否該開始了 Misha Misha絕對是強阿 絕對是強阿 絕對是強阿 對上劍比賊 這叫霧靜天者阿 不是 你換成任何 世界上任何一個幻術都沒有辦法 對抗劍比賊 因為他是劍比賊阿 OK這邊比賽要開始 我們來看一下雙方開場的一個戰術布局 那兩杯都是找正門出去喔 我都沒有人衝對方的點阿 並且 藍隊是有幻術開架 紅隊是戰士開架 這一場可以看到 Misha沒有打算要衝對方的那個 點喔 然後並且遊俠阿 是在通道稍微留意了一下阿 發現沒有人衝 所以是趕往中場支援阿 這邊兩邊的守護 是一個 鏡像開局阿 兩邊都被對方給擋了一下 兩邊都被對方給擋了一下 太趣味阿 那我們看一下後面的一個狀況 還是後防 這後排 比較值得處 看一下這個5 gauge 可不可以用他這個 站位 結果對 這次對手很聰明阿 兩邊互換位子阿 對他不給你鎖住他的站位阿 這個太 我覺得 兩邊都在打點上阿 結果這個點上的遊俠 可以看到他 狀態不太好 然後是跳了下去喔 對 55機血的5升 確實 應變得很快喔 對 可是這個遊俠現在在被 集火當中喔 欸 等一下他們又換集火目標 欸這遊俠跌倒了 結果現在他們在針對的是這個5 gauge喔 可是5 gauge可以看到他也是 就是位置都做得很好 然後並且把對方的盜賊打跑了 那遊俠在中場也是一個半血狀態 然後交測補血 但是被一連串的暈 喔這邊狀態很差 恩 在招他的靈 但是被一個定身定住 這邊持續利用這個劍來做閃避喔 但是他生下1400滴血 我覺得 嘖 55滴血這個開局 怎麼打不死啊 喔終於死了 欸這邊他的大靈沒有救到 然後Major Talk也死了 這邊趕快把他插掉 喔這邊成功把他插掉 柔俠比較好插阿 對對對 這盜賊可以瞬移阿 那他利用短弓 欸被 被抓到了 這兩邊盜賊互抓阿 那 情勢非常危險 喔 這太刺激太刺激 所以Major Talk這邊是把對方的盜賊砍死了 並紅盾拿下兩個邊點 喔 Major Talk要死了 但是他隱形狀態嚇死了 所以這邊 這邊 這邊拉他一下就行了 喔 不行不行不行 不要救不要救不要再救了 肯蘇塔要死了 欸肯蘇塔這場忘記換武器阿 真的假的 他用 劍阿 欸真的欸 欸 Five Grage也要倒了 喔 Ctrl塔你不要坑我阿 那現在這個 賣點是兩個遊俠在那邊對打 但是我覺得用劍 也還好 對也還好 但是他平常不用劍 重點是他的劍插的是Hydromancy 因為他少了一個Energy 等一下 欸那他盾還差什麼 差 那個殺人疊自良 喔 喔這邊這個 復活一波打一波加點 結果這個遊俠沒有先撤 所以這邊是 被打死了 那變成原點這邊 原點這邊這個Vekes也是被打死了 所以原點將會有這個藍隊拿回來 但是其實兩邊分數不會差太多 並且紅隊現在在趁機吃一個BOSS 趁機吃一個BOSS 對那中場他們是準備要來上點 主要是用劍的翅膀能力還是比 還是比鎚子差 對阿 而且他也沒有Focus 對阿他本來就用 他本來就用盾 他原本就用劍盾嗎 對對對 他本來就用盾 沒有他本來沒有用劍 他用鎚盾 我覺得Focus比較強 因為這個盜賊被抓到直接被DP到死喔 他變成加點被這個 被Misha開了喔 分數快要逆轉 那場上這個守護其實被集火的很慘喔 這個 藍隊的守護 這邊 加一個補血 結果他補血的時候 忘記把這個中毒狀態先消掉再補喔 所以是補的有點少這樣子 那變成FiveGage一直持續在對著他進行傷害 然後他開出了無敵 變成戰士是跳進來暈了大家一下喔 但是這戰士血量非常非常少喔 那根眼也是血量很少 根眼在家裡打那個 打那個Misha 喔這邊補血CD好了 結果換成Misha要倒了 那在這個 那是有大靈 我還是要重生一次 現在尤俠 打不贏任何職業 對 那現在不會可以在這個 這邊他是被二打一喔 他雖然說殺一個 但是被二打一打死 所以這中場 現在這個 守護是被擦掉了 所以 終點是開白一個狀態 雖然說這個 這個 紅隊他們 被 反超了但是 這個 心機很重的Major Tuck 他在那邊晃 對 他在那邊晃 他想偷Boss 他準備了 準備了 這邊他有文章加這個 他在看血量 他在看血量 如果對 他的隊友 對 我覺得會被偷到 這個很關鍵 這個很關鍵 就Misha來了 Misha來了 欸 偷不到了 偷到了 他用生命捍衛術 絕對值 5分 對25分 近賺20分 OK 值得值得 其實 我 不應該被他偷到的 不應該被他偷到 因為 因為Misha發現他 因為有暈他 他們指揍術應該要留招 血的應該要留招 對 留最後一下偷竊 斷 就是 不是斷阿 就是打那個 當作重擊一樣的傷害 對 或者是你去 用偷竊墊子他也可以 喔這個守護 守護要被秒 守護 他開出了罩子喔 喔不行 症狀 症狀牽不掉 開出無敵 因為他有點那個F2 可以解散的狀況 所以 他把那個中毒消掉以後 應該是還可以撐啦 又解一次喔 又解一次無敵 可以可以開 然後再加法裝室 然後變有隊友幫他上點 趕快丟手雷阿 這個 快丟 不行我覺得你 解說太偏了阿 我沒有太偏阿 我就要趕快丟手雷阿 對面又沒有手雷丟 如果對面有手雷丟 我會叫對面工程趕快丟手雷 OK OK 而且這個盜賊 他一直死阿 不過他現在是 過來把這個人家家點開白了 對那遊俠想要回家守 但是這個 對方遊俠也是跟著他 所以他如果回家的話 是一個一打三 一打二的節奏 欸被一個盯住 用了這個Blaxton喔 是勉強上了點 但是上了點 這個槍邊 槍邊阿 哇吃滿三個槍邊阿 這個 根也應該是活不了 這邊隊友守護 守護趕回來 守護趕回來 欸 我覺得趕來不及 來不及來不及 欸欸差一點 差一點 不過這邊是沒有讓這個點被站下來喔 那這個 賣點的狀況 看一下 我也可以這邊血量很少 所以這邊是 要倒了 欸瑞里跳起來了 這 這 這剛剛是那個 戰士 戰士被DPS要死阿 那他這邊是 卡了一個視角 因為有這個 補血文章的存在 所以卡視角 是可以 就是 存活阿 增加存活率 然後變成他的大招也是CD好了 這邊身上有這個 很高層數的E傷 但是Misha要倒了 這邊開出了大招 那Misha跑去哪了 欸這邊兩邊都 血量很少 被一個定聲定住 倒地了 他變成Major Talk 血量也很少 那這邊Misha也是 Misha也要倒 Misha倒了 他守護在旁邊很快 救他 旁邊沒有敵人 所以這邊非常的安全 這個 Major Talk趕快逃 然後這個 中場目前有一個 攻城在守著 那在這個 賣點 則是 二打二的一個狀況 變 Misha這邊 他剛剛不是被救起來 結果又被Major Talk 殺了一次阿 他變成這邊 Wicked重生之後 是回到家裡幫忙 而且這遊俠的血量很少 被連暈喔 連控 直接被打到死了 他這邊開出了 這個 招式在 插他 但是 被這個 Misha推走 所以這邊 又是要再度 交鎖 可是可以看到 這個紅隊的分數 已經來到了400分喔 來到400分 這時候 最後兩隻BOSS 就很關鍵 對 Major Talk 在打BOSS的時候 讓BOSS移動 所以 那個 戰士發現 其實 可以做到 讓BOSS不移動 然後 就打BOSS 這邊 他要死 他要死了 對我覺得這個有點 算是失誤吧 對這個 這5分送的就不值了喔 對啊 因為他如果 讓BOSS不要移動的話 那個戰士 不一定會發現說 有人在打 他的BOSS在被偷吃 對 結果這樣子的話 變成說 他們要吃對面的 吃掉 跟 欸那戰士 其實那戰士可以去收去不等 我 我真的直接被秒了 秒太快 我的分數好緊張喔 就是你用 你用 那個 偷竊文章 加 加槍武 我覺得不應該讓FiveGage 在手中點阿 FiveGage 打團那麼猛 你知道他一直在中場發呆 對不 呃跟眼要死了 現在藍隊分數快要反超了 但是 現在的 這個 分 分推 對於紅隊來說是好的 嗯 對 現在換人喔 換成跟眼手中點喔 然後讓FiveGage去打團 那並且這個 他們在 對 想對這個 想對這個自家 欸對面家的BOSS 想染指他 想染指他 對於紅隊來說 對於Goofies來說 他們要吃BOSS就要快 我覺得他們 因為他們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他們 吃完BOSS 他們在吃了他們在吃了 我覺得有點驚險 有點危險 Mishan來了 Mishan來了 Mishan發現這個 這個BOSS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紅隊一定要拿到 不然他們就輸了 紅隊拿到了OK 那接下來就是 必須開白一個點 或是插掉人 插掉人 插掉一個人就贏了 結果他們剛才家裡 戰士打出遊俠嗎 欸 498 這時候要逆 欸 499-500分啦 我們來到第五戰啦 2-2平手 哇塞 我對你們感到很失望 不是 Major Tucker 陳也Major Tucker 敗也Major Tucker 敗也Major Tucker 真的 他那次偷吃BOSS 被發現了 但是他讓BOSS動了 然後他殘血 殘血都逃不掉 送了5分在那裡 我跟你講 如果Major Tucker 沒有送到5分 贏的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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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的是GoodFights啊 就是那5分啊 就是那5分啊 OK 我跟你講 這一場 絕對中立 絕對中立 我沒有偏袒誰的 那個 需求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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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的群圓 歪歪有人在講話嗎 歪歪還有沒有人在看啊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啊 我覺得 大家都急了 我覺得打這麼緊張 心理素質 Majer Token 我想平常他絕對不會犯這種事 絕對不會 這差一分真的是太驚險 他們如果讓2追3 就真的吐血啊 而且他們在僵持的時候 讓5D一直待在終點 讓5D跟你守終點 真的是太蠢 你跟演早點去跟他換就不會輸了 而且他們家裡那戰士打出那個遊俠 可能有大靈吧 可能有大靈吧 太精彩了 真的太精彩了 這關鍵決勝局啊 決勝局要來 決勝局要來 這個 這個瑞9011我記住你了 我記住你啦 哈哈哈哈 趕快開始啊 搶到2個沒有用啊 最關鍵那個掉了 那5分 最關鍵那個 TALK他又要是不死 他要是不死 對 他要是不 要嘛 他不要去動BOSS 他就去別的地方 他想要偷BOSS OK 他送了5分 如果他沒有送5分 他們就贏了 他幹嘛偷 偷竊過去槍武 都BOSS就不會動 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我也好想這個 組織這麼一個隊伍 可以打出這麼精彩的 表現 小海就是你 就是你害我 不能睡覺啊 等一下之後我 起不來 你就要幫我接打 真的讓我打一次 這種比賽吧 你要打一次499比500 輸掉的比賽 沒有我要贏 我要1分0 如果我1分贏 你們就可以聽到我的怒號 沒有 我的咆哮 我的 哇賽 你記不記得以前 我們很久很久以前 遇過那個OPPA 我們那個逆轉 人家觀眾都不認識 都不認識 OPPA是 他後來加入那個TP Team Paranime EU 對 然後 沒有那時候我們落後 他們400多分的時候 他們471分的時候 我們才200多分 然後逆轉 逆轉 超猛 在這張圖 第二張圖 沒有 不是Rush 露得贏的 就是 我們就是3點 3點全 3點全 3點全開白 很久很久以前 在 機戰2 我有錄影 在我的頻道裡頭有錄影 那時候我們好坑啦 那時候我好菜阿 那時候我好菜阿 沒有什麼你好菜 我們全部都好菜阿 那時候的 對機戰這遊戲的理解 跟現在完全 真的不一樣 欸人變多啦 有些人睡醒了 來看比賽阿 趕快開打好嗎 趕快開打好嗎 其實我也累 但是 真的他們 兩隊 這四場 對戰 場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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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你自己說 你昨天幾點起床 蛤 我昨天早到8點 就起來了 表示我24小時 沒有睡了 好嗎 OK這邊 比賽要開始了 我們來看一下 雙方開場的 一個戰術布局 小空辛苦了 這個 決勝局阿 決勝的精彩 都沒有退路啦 都沒有退路啦 499 他們一定真的 恨死了 恨死Major Tucker 兩邊一邊是戰士 一邊是遊俠開架 其他人現在往中場做移動 然後這邊又要 又要這個隱形 搞Portal了 喔這一次 我覺得很好 就是GOOFICE的這個戰術是好的 就是因為他們 因為 呃 五十五滴血的武僧 每一次開場都可以拿到一些優勢 在這張圖 以他們的戰術來講 但是他們這一次就是 沒關係我就可以對開 2打2 不吃虧 但是2打2要贏就是了 對 欸FiveGage被擊火啦 但是他們就用的是他們習慣性的分隊 就是FiveGage最長的一起 或者是 或者是 保護跟Major Tucker一起 欸點要被站下來了 欸點要被站下來了 但是 這樣算還好 你曉得Portal放在哪裡 你有看到嗎 放在那個他慣用的位置 喔這樣還是被開擺 嘖 有點傷有點傷 欸那個遊俠要死 欸那個遊俠要死了 砸手雷砸手雷 這隻太驚險了 太驚險了 這樣對開不虧 對開不虧 趕快 趕快 他要死了 對 這樣子 就對了 因為 FiveGage是一個 2v2非常強的隊伍 就他們 打小團隊很強很強 對 那這樣子就把這邊拿下來了 好 那變成中場根也要死了 他沒有大靈啊 他沒有大靈啊 喔全部過來救了他 應該是救起來 救起來 變成那個 對面直接死了 而且這個守護也是血少 這邊交錯補血 可是他一樣沒有輕毒 他那個守護每次都不輕毒 就補血 就是補很少 而且重點是 你看 他現在是拿 FiveGage去採 原點 嗯 這有點像 Rivx採原點一樣 就是單挑上來講 工程單挑其實很強 嗯 到不了就砸個大絕下去 對 就是你今天 你拿盜賊 或者 戰士 或者是遊俠 你幾乎都沒有辦法 好好的去處理掉 工程 真的 就真的是筆記書 欸這根眼被集火的好慘啊 根也要死了 其實這就是我們 其實今天一開始就講 就是 goofies這一隊裡面 你比較能夠 先集火 而且是可以確實 終結掉 人 就只有根眼 因為你殺盜賊 他還可以跑 一個他有一些瞬移什麼的 然後有隱形什麼的 重點是你 欸這個 對面的遊俠也要被抓死 第一個叉叉不死 欸 根眼又死了 喔結果一個 Shadow Refuge蓋下來 欸對方的 遊俠也死了 喔雙方都是在 救人 跟超人 這個空場上做得很好 對 瑞吉塔克也是死在旁邊 而且 哇這個救可能 非常不划算喔 跟眼也倒了 中場要崩喔 而且 可以輸打血壓也非常非常低 中場要崩盤啦 全部死光 剩下5 gauge 哇這個中場崩盤很傷 這張圖 5 gauge 跑不掉 跑不掉 他打算下去撐點 要被秒嗎 沒有一個格擋喔 他還有縮小藥 啊被恐懼了 他不打算放縮小藥 那死定的 所以現在藍隊拿下兩個邊點 而且中頂 中頂是不是也被拿下來 對中頂也被拿下來啊 被3點啦 讓2追3 這 這 讓2追3啦 各位觀眾 好 這游小遭錯大鈴喔 所以一死半克好像打不死他 但是其實 在這個 時間點 落後這樣的分數 都還有得打 嗯 不要什麼三四百分的時候 然後被人家3點 哇那就 直接崩盤 但是 我說還有得打 你們必須要趕快 把 這個 施血止數啊 繼續這樣子 被拉分數的話 哇這個游小竟然跑得走 跑超遠的 終於死掉了 欸然後又要被救起來 喔被插掉 但是重點是 目前紅隊的分數是被凍結出的 但是 藍隊一直在拿分數 55滴血的五升一直在拿分數 一直在拿分數 一旦這分數 落後 達到300 兩三百的時候 你要追也沒得追喔 嗯 你要追也沒得追 別的說你後面的容錯率就 越來越小了 連掉一個點都不行 這樣子 哇這個我覺得 不樂觀 各種救 對我覺得要被讓到最傷 太慘了 我覺得開場OK 開場打得OK 但是 重點 發 問題出在哪裡 救更遠 他們去救 不是 救Majr Talk 救了Majr Talk 死了 Majr Talk 更遠 然後肯蘇達 補血CD 22秒 然後血量只剩下5000 然後我可以也死 剩一個5kg 為了救一個Majr Talk 到底死了就讓他死了 欸他們又在救 你們要學到教訓哪 肯蘇達要救到死了 肯蘇達要救到死了 哇這個 你看他們跟我一樣是重情重義的 人 絕對 我跟你講 必要的時候放給隊友死 比你 花一大堆招式 花一大堆血量救他好太多了 尤其 尤其死 你那種什麼盜賊啊 幻術 職商死了 死了就死了 真的 這種 人超難救的啊 那我們那一隊我根本沒有人可以救吧 所以就是你不要死 不要提我們隊好不好 提他們兩個隊 不是 因為他們 目前看起來就是 會崩盤的原因就是為了救Majr Talk 那一次啊 對啊 喔不行他們這一場要被虐了 對 我覺得 要崩了 沒有已經崩了 已經崩了 以這個分差來講 GOOFICE根本沒有退路 除非 對面斷線 斷線兩個 就是他們要開擺三個點 然後 而且要拿下兩個點 開擺一個點 而且從頭到尾不能掉點 掉一個點就沒了 沒了啊 沒了 這場就直接被打崩了 雪球圖啊 完全就被雪球了 這太慘了 這 我覺得這打完 這個OF那些 隊伍又有話說 OF那些玩家又有話說 又要囂張了 我覺得OF 這個 OF 可能有些玩家不知道啊 OF 跟美服的玩家 通常都是互相不符的啊 就是說說自己那邊的META最好 從這個魔獸世界的時代就開始啊 真的 從那個 DNT 對上 Nihiland 就開始 歐美服之爭啊 現在這個 比數 沒什麼好講的 要GG了 就等著 喊GG啊 等著看他們3點 等著喊GG 3點 3點 我覺得要讓2追3真的 你的心理速度 啊GG了 啊 這太慘了啦 GG真的GG 真的GG